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公平 为什么大人都可以去上班 我们只能去上学 我们还要写作业 长大了就不用写了 还是当大人比较好 当太宁真的比当仙宁好吗 我说 胎宁真的比仙宁好吗 胎宁是大人 仙宁是小孩 那还用说 当然是大人比较好 可是 当胎宁要上班赚钱 事情做不完要加班 迟到被扣钱 压力很大 这样听起来 赚钱好辛苦 而且胎宁还要煮饭 擦地板 做家事 仙宁也需要吗 不用 只要等着吃饭就好了 那就对了 你们想要当胎宁还是仙宁呢 仙宁 那你们就乖乖写功课吧 YES SIR 胎宁 大人 小孩 亮亮 这盘点心给你吃 为什么我的比较小盘呢 因为胎宁吃大的 鲜宁吃小的 不然 再给你一个水果好了 谢谢童童姐姐 为什么我的又比较小呢 因为胎宁吃大的 鲜宁吃小的 鲜宁吃大的 胎宁 鲜宁 鲜宁 两句客家话你学起来了吗 哈克乌拉拉我们下次再见咯 咱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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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儿 咱们下次见